同学们,大家好,郑州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来喽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的包含什么内容吧。 首先看到的是大家最期待的录取通知书了。 打开之后,就是咱们的录取通知书了,使中国红的颜色非常的喜庆。 接下来,就是极具设计感的录取通知书了。 唐宫夜宴,洛阳乳丹,松山少林寺,开封清明上课园等中原文化元素都包含其中。 层层打开之后呢,就是咱们的录取通知书了。 介绍完录取通知书后,就是我们的新生录取的指南了,让我带领大家一起看一看新生录取的指南都包含哪些内容吧。 这本就是我们的新生录取的指南了。 关于报道时间,报道安排以及开学决计事项,可以在这本指南中找到答案。 此外,大家也可以通过校园评念图更多了解我们的学校。 如果大家有相关常见问题,也可以在这本指南中找到答案。 最后呢,就是我们的学生资金投资了。 奖学金、付学金、贷款等相关政策,大家都可以在里面了解到哦。 如果大家想了解到更多录取通知书的小卡单的话,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录取通知书的彩页进行详细的了解。 我们在正大等你哦。